韓國瑜的政治現金是一幕公佈之後 我們來看到另外一位媒體人 曾偉珍他就寫了 他說其實一般他去問過或了解過 食物捐贈核銷的方式都要先估價 然後一方面以贈與人收入 然後並以候選人個人申報 非金錢收支 他說一開始韓國瑜是很陽春 只有礦泉水而且還不多 但到九月底之後高雄臨元后 受贈電腦開始 就有許多食物捐贈了 然後慢慢出現有趣的東西 比如說兩萬六的包包 面膜保養品 酒 不像是競選總部該有的東西 他說這些奇怪的東西 總價值就有57萬 那麼關於酒的捐贈就高達44萬 韓國瑜陣營馬上就澄清出了 金門高粱那一筆 那都是飲料 但是他就說了 因為韓陣營只出示金門高粱那一筆的單據 其他八筆就沒有再出示 而且韓陣營還可以把水細分為 礦泉水杯水竹炭水 然後告訴大家標注說 飲料是酒的 那通通都是飲料不是酒 那幹嘛不直接寫飲料就好呢 反正他就覺得說 這個其實裡頭會不會不免讓人家懷疑 韓國瑜是擅長選舉讓自己發大財 他說政治現金收滿滿以外 自己還能指定支持者 捐贈需要的家用食物 或是直接拿單據給信用兒買單嗎 那麼因為這種申報的內容實在太難理解了 其實確實選舉當中你只要合法的收入支出 其實這都可以報上來沒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真正有問題的應該還是光晴姐她提到的這一點 就是證人帶金主到韓國瑜貫室黨部五樓的小房間 也捐了幾百萬 從賬面上也看不到 所以有個四千萬又有一個 五樓黨部小房間的幾百萬 所以他呼籲檢調要查 東豪哥你怎麼看 其實很簡單 就檢調單位去拜訪一下光晴嘛 重要證人 重要證人 你部分光晴大概沒有人可以講 楊秋心 因為楊秋心的證人跟他的證人表 是不是同一個 就不曉得 所以這個很簡直很單純的 那或者還有一個 韓國瑜好像沒有直接告光晴 沒有 是黃文才在告光晴 就比較麻煩 如果是 我不是害光晴 就是說如果韓國瑜 光晴這樣講說 證人帶來金主到高雄市黨部的五樓 開小房間捐了幾百萬 這很直接的說法 如果 光晴也會這樣講的時候 如果這個事情沒有問題 我們就可以不斷的引用 我們就可以不斷的引用 不是 他又講說是支票 他又講說是支票 我們先不用講說支不支票 就是說有個證人 有個證人可以證明 他帶來金主 他帶來金主 我來唸一下他的臉書好了 應該不是 他的臉書直接講說 證人帶金主到高雄 韓國瑜高雄市黨部五樓小房間 也捐了幾百萬元 從帳面上也看不見 對 所以他就是這樣寫 這就講沒有申報 這就是他的臉書上面的喔 這就沒有申報 對 他又講四千萬 四千萬說有看到簽收的那個 那是另外一件事 四千萬四千萬 對 小房間跟小千萬 但是基於朋友答應我不能開廣行 我就用自己做例子 好 比如不是講這個這個韓國瑜就是會去這個制服店嗎 會去這個酒店嗎 嗯 我是直接講是我朋友告訴我的嘛 嗯 對不對 好 那我如果這樣講沒有問題就不會有人告我 嗯 那如果沒有人告我 各位就可以不斷地引用 嗯 因為表示我講的沒有問題嘛 嗯 如果最一定要分散光潛的風險 我不能讓方弦一個 方弦一個 你真是一個好人啊 有意志的攻擊 我又說了 制服店的事情可以引用 因為他還沒有被告 好 那我也還沒收到順之信函 好 好吧 那壞了 你好像沒有收到耶 壞了 我跟你說 他們的競選總部會看我們的節目喔 不是要 因為東豪有人證啊 不是要出風頭 因為跟光潛一樣我都是叫 有嘛 光潛叫證人嘛 嗯 好 那去制服店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問題啊 又不是韓國瑜花了錢 他只是被請嘛 嗯 好 那那這個事情涉及到什麼 就是說韓國瑜 你在面對這些過去的事情 或者是幾年前的事情的時候 你要怎麼面對它 嗯 如果我今天我講的是錯的 那我是應該被指證嘛 嗯 或者我會受到純身信函嘛 那我就看嘛 那如果我講的是對的 韓國瑜也知道我是誰帶他去的 嗯 那這個是過去還是現在進行 就三四年前嘛 也不算太 也不算太久 不算太遠 但是也 北農嘛 哦 北農的時候 那我再講細一點 嗯 通常來講 通常來講不會直接就跑到制服店或酒店 嗯 因為什麼 韓國有時候他在北農有些賬是沒辦法報的 為什麼 比如說有有有有有訪客來 第一端啊 是在這個我們和平西路跟和平西路那邊有一家一郎日本 一郎 因為離北農很近 嗯 這是很知名的日本料理的老店 台式老店 那邊吃完那個那個錢是可以報仗的 啊報完戰後 還要請人家啊 還要請人家 你耳朵還要虛脫啊 那北農沒辦法報仗的 哦 所以當然就要拜託朋友出來嘛 嗯 出來出力嘛 我這樣講很清楚嘛 如果韓總部有聽到OK啊 我可以被檢驗 是 我不是我不是要檢驗韓國瑜 是我可以被檢驗 哦 就是你有那個證人 都不用講那麼多啦 反正就這樣子 是 那我為什麼我這樣講的意思就是說 這些事情來講 它有一些是屬於法律問題 有一些事情是屬於政治問題 也就是說 潘恆旭的這個 旭創意加工這兩千萬 但等一下怎麼去看 它也許是法律問題 但是它一定是先是政治問題 也就是在選舉的時候 這是政治問題 我OK 我怕這個有點小 嗯 因為這個有老花了 這裡面的關鍵數 數字叫做6319 6319 監察院的那個就是政治現金那個有個 有個上網平台 是 它已經上線了 是 昨天上線到今天為止 搜尋查訪的第一名就是6319 韓國瑜 第二名呢叫柯文哲 嗯 柯文哲是1681 1681 6319 有6倍 5倍 就是一天有6319人上去看 是 我們再講一下 你進去看裡面可以看到什麼 你知道嗎 它申報資料有500多頁 嗯 一頁不是一個資料 它一頁好像大概有10個單據吧 是 比如說我剛剛在看 剛剛那個年華堂大家在講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很好玩的事情 國民黨呢在11月16號呢 給了韓國瑜一個290萬 對 選完以後呢 韓國瑜又還給國民黨290萬 哦 真有趣啊 就是我捐量 這表示他捷餘款有夠 他借的啦 不管啦 就是韓國瑜的 韓國瑜的財務狀況非常好嘛 是 你兩百再來 我兩百再來給你 嗯 那你回來看潘恒旭 對 潘恒旭裡面每一筆都有 然後呢 所有的民意就是調查研究 嗯 跟委託 好 那這裡面 因為潘恒旭今天出來 昨天 快來起來曾經是六次活動 那這裡面有沒有活動 嗯 也有 比如說有一個音響 應該是 應該是集會的音響之類的 那個報一百萬 是 就單獨報一百萬 音響 沒有一百萬九千五百八十三元 也有啦 他也有其他的 比如說他的廣告費 嗯 他的廣告費會有那個 有五 尾數是五的 各位數字 只有五的 嗯 都有 那我意思是說 我不是要糾結在說 那個尾數對不對 嗯 不是 我的 我的意思是說 你這六四活動是什麼活動 因為你的 韓國瑜的造勢 當初 三三不是都幾乎 是王金平幫他處理的嗎 對 你看他自己總共報了的 的造勢活動 其實裡面都有喔 那你知道這五百多頁 是 有六千多的人上去看 嗯 大家一定在看嘛 這裡面有什麼好玩的事情嘛 是 好啦 你現在申報這這五百多頁的資料 有至少一天之內有六千多個人上去看 誰曉得還會看出什麼東西出來 哦 所以這只是都是錢菜 你現在只是 還有人還沒有細部研究 萬一撞在一起 哦 你就不要撞在一起 嗯 你如果說11月2號有活動 結果你11月2號那個活動 結果有其他的支出 那你要怎麼圓 那你要怎麼圓